這個單元講的是野鳥的價值 野鳥的價值範圍很廣 那今天主要分享的是 野鳥在生態平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生態平衡扮演的重要角色 有三個要項 第一個是有效抑制蟲害 第二個是有效抑制蜀害 第三個就是猛禽在生態上的意義 在有效抑制蟲害 我們說野鳥就是一個高級食物鏈的高級消費者 牠會吃蟲子 那這個我們這張圖就是黑枕藍蟲在獄除 鳥類的食性 牠是一個雜食性的 而且是機會主義 牠不論是自己覓食或是餵養寶寶 牠都是隨機或是隨緣 尤其在餵養寶寶的時候 牠特別會需要一些給寶寶蛋白質 所以說牠會去捕捉一些昆蟲 那根據我們一些鳥類專家的觀察 小型鳥類在獄除的時候 每天平均牠要抓500次的食物 回去餵養牠的寶寶 那可能有些鳥種會多一點 有些鳥種會少一點 但是在整個獄除過程當中 這麼多天累積下來的話 這個數量是非常可觀的 那這個是在石門水庫看到的赤膚山雀 這個樹洞就是牠預除的巢 裡面有養了兩隻寶寶 這是抓到綠色的毛毛蟲 這是咖啡色的毛毛蟲 這是深褐色的毛毛蟲 這是小琢木 我們說小琢木就是樹醫生 牠特別喜歡吃樹皮裡面的蟲 或者樹幹裡面的縫隙裡面的蟲 那幫助這個樹木防止變蟲害 讓樹木能夠健康的成長 這是紅嘴黑杯 他在追逐這個 咬這一隻金龜子 這是台灣藍雀 牠也是吃到一隻昆蟲 甚至牠蜥牠也吃 那我們來講這個麻雀 那在1744年 德國一個國王叫做斐特列大帝 他非常討厭這個麻雀 他認為麻雀就是會損害農作物的收成 所以說下令全國的居民 全國的民眾要一起來捕殺麻雀 結果那一年呢 德國的麻雀被消滅了四分之三 剩下四分之一 那這樣下來 不但農作物沒有成長 反而產生了更多的變種害 很多果樹的葉子都被蟲子吃掉 都沒辦法收成 結果斐特列大帝他 才知道原來他錯了 就趕快從法國買了非常多的麻雀 到他們德國這邊 來放生來保護和繁殖 結果經過兩三年之後 整個德國的生態才維持平衡 所以說麻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害鳥 那在最近的歷史 在1958年中國大陸 這個毛澤東發起這個大藥菌運動 他認為說要除釋害運動 那除釋害是哪釋害呢 這老鼠、麻雀、蒼蝉、蒼蝉、蚊子 當時有一句順口流 老鼠間麻雀壞 蒼蝉蝉、蚊子向右壞 吸人血、遭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壞 把這個麻雀形容得好像是最不可思 結果那一年的2月到11月這9個月當中 根據統計 在中國大陸消滅了大約21隻麻雀 21隻 這數量相當相當的可觀 結果中國大陸連續三年鬧了饑荒 因為蝗蟲的災害鬧了饑荒 聽說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後來毛澤東也根據學者的建議 將這個麻雀排除掉死害 改成這個蟑螂 那可見麻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害鳥 那我們看這個盜浪 這個金黃色的盜浪 在乘坐的時候非常漂亮 那這個稻子 稻穀成熟時 這個稻穗非常飽滿 那麻雀看得到 好像是垂涎一滴 那當時我在拍這個照片的時候 看到它附近的電線桿上 你看這個電線桿上 佔滿了麻雀 那我的鏡頭不夠廣 那這個 這個 現場的場面非常的浩大 這個上千隻都有 你看這個麻雀一飛下來 哇這個 這個稻子 可以說是損失 這會損失一部分掉 到現在也是 到現在這個農民也是非常討厭麻雀 在今年5月2號 中國18報導 在嘉義 這個田間 發現到鳥屍 然後農民報案以後 經過警方去追查 原來是這個農民 把這個 骨子 還有這個飼料 把它摻一些農藥在裡面 然後灑在田裡面 這個毒 毒鳥 那農民變成是毒老鼠 可見這個農民還需要 一點的環境教育 麻雀並不是真正的害鳥 它對農作物也是有幫助的一面 那結論 麻雀某些季節確實對農作物有害 但是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 所以說在先進國家美國 還有它這個紐約 還有它附近的城市 以及這個澳大利亞 他們為了要撲滅這個害蟲 刻意從國外引進麻雀 來改善整個農作物的生長環境 結果效果非常卓越 他們撲滅這個害蟲 它不是去撒農藥 它是引進麻雀來吃這個害蟲 那這個害蟲多的話 麻雀它自然會成長 那害蟲少的麻雀自然會 這個減少 它生養會減少 自然界有自然界 它自然的生長的一些 消長的一些定義在 那你如果說撒的農藥 那整個環境都污染掉了 有效抑制屬害 在人的觀念裡面 在人類生活的範圍裡面 老鼠是一個害蟲 那因為它會倒食種子 會挖掘田地 會啃咬衣物 會打動 會破壞財物 會污染環境 還有傳播疾病 還有擾人安寧 這八大罪狀 好像是罪不可適 可是在山林野外裡 老鼠也是自然界 生物食物鏈的一環 那我們看這個黃頭鹿 這個黃頭鹿 它咬到一隻老鼠 還有葉鹿 葉鹿它也會吃老鼠 它不只是吃魚 它也會吃老鼠 這個猛禽 紅准 它還是抓到一隻老鼠 這個是鳳頭蒼蠅 它抓到這隻好像是松鼠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猛禽在生態上的意義 猛禽是食物鏈的高級消費者 那我們如果看到一隻大罪狗在有意上巡弋 那它在生態上有何意義呢 好 我們來看這張圖 假設一隻大罪狗 每年可以吃掉一百條蛇 那一條蛇 每年可以吃掉一百隻青蛙 那一隻青蛙 那每年可以吃掉一百隻蚊子 那你看 一隻大罪狗 它一年可以吃掉一百條蛇 那一百條蛇 一年就可以吃掉一萬隻青蛙 那一萬隻青蛙 一年就可以吃掉一百萬隻蚊子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如果說 在這個大罪狗 它的領域範圍內 它這隻大罪狗死掉了 死了這隻大罪狗 等於說這個範圍裡面 就多活了一百條蛇 那多活了一百條蛇 誰倒楣 當然是青蛙倒楣 所以說 多活了這一百條蛇 等於說這個地方 會多死亡一萬隻青蛙 那多死亡一萬隻青蛙 誰受益 當然是蚊子受益 因為蚊子的天敵就是青蛙 那多死了一萬隻青蛙 等於這個地區多存活了一百萬隻蚊子 哇這很恐怖喔 這個地區死了一隻大罪狗 結果這個地區這一年 到最後結果就會多活了一百萬隻蚊子 那一百萬隻蚊子 真是很恐怖的 蚊子又是傳播疾病的媒介 那對人的身體健康 對整個人類生存的環境健康 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說蚊子在生態上的地位 它可以平衡整個生態上的平衡 所以說一隻蚊子的存在 這樣扮演著生態平衡的重要角色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單元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